以高一跟中三而言 在我这时候所建构出来的工地联盟 成为教育部眼中看到的公司的最典范 我们进一步一定要到达病教的状态 才能够让刚刚所讲的这些生医的科学跟资训的科学 有基础科学来支撑 也有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军陶跟指引 才可以让这个系统发展好 所以这个病校将会使中三跟高一 都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 为南台湾为台湾为世界做出更大的一个奉献 我们居所欢迎 我们居所欢迎 复杂 我们居所欢迎 欢迎 台湾新乐体 台湾贵南的方向 中山大学的我们建议要建校长 欢迎我们的主办单位 国立中山大学校的总队的 王宠惠黄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更整理办法单位 高一校的总会 与我们理事长刘景宽 有请 我们的烈烈掌声 今天王宠惠黄跟台湾校会一起合办 邀请这个林部长来跟我们在寻找台湾的新愿景 昨天这个中山大学校会跟高雄一些大学校总会 全球校总会一起合办一个特别演讲 请了林佳龙部长来讲台湾的新愿景 那我想在这个COVID-19之后 一个所谓的新唐太出现 大家也努力地去看未来新愿景 高雄一些大学也是要有一个新的愿景 面对的现在医学院校的系 那现在又增加了三个国立的医学所要的成立 那么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之下 那对高一来讲 原来的后一系是独一的 那是这个历史最悠久 但是面对的这个挑战 我相信高一也会担忧 那未来的这个发展 但是在担忧自己的发展的时候 就努力要做出特色 那在我校长的任内 曾经把这个后一系的这个课程 做了因应新的这个这个系统 医学跟后一系的教育系统的改革 那也是因应了这个新的时代的发展 但是当然当时的课程改革之后 要有不断的这个精进 能够让这个每一个大学的 这个医学系或后一系的发展 有出来特色 那面对的这个新的面景 那台湾的生育产业 在这个昨天的林部长也讲到 一个新的南海 新的户国神山 根治于本土的文化 跟本土的这个人才培育所 创造出来的 让这个原来的一个半淘体的 这个户国神山 能够扩充更大 成为另外一个户国神山 这个户国神山 台湾过去将近20年 讲台湾生医科技岛 里面所要落实的就是 我们的医疗的科技 跟资讯科技的结合 产生的不只是设备 在医院里面变成是一个智慧医院 那在医院外面的社区的健康照护的系统 那这个都同样是 人类现在在21世纪 最大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在这个产业里面 台湾能够把最强的两个系统的整合之后的发展 一定会成为台湾的新愿景 一个新的户国神山 而支撑这个户国神山 除了政府政策之外 产业的这个资源的话 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 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够把这个整合的工作做好 花费出来台湾的新的愿景 那就是一个产业科技岛建立出来的一个新的 人才培育跟新的这个付货争担 那我希望我们的高一学校也能够激起之最 那否则现在各个大学在发展 在调整的时候 被遭遇到更多的竞争 过去我们努力的方向 正好跟这个林嘉隆 部长所讲的这个生医科技岛 所产生的新的愿景 那台湾结合这个科技 那为什么我们当时在当校长的时候 要跟中山大学谈这个策略年门工地年门 那希望朝向这个合并的方向 是因为科技死于人性 那我们的资讯跟医疗的结合之外 要有更深的这个基础的医学 物理学院的这个基础科学来支撑 那在应用面的话 要有人文社会学院的这个人性的关怀 跟人性的了解 才能使这个系统变成是一个 人类发展好的一个方向 是一个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的发展出来的科技 那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愿景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这都是合并的事情 家庭物理面完全没有一点苦 那有它的困难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合作让高一的人看到 让高一的董事会看到这个发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说 我们不谈主权 先两个学校合作 我们那时候合作到 从招生开始 我们国内的招生 海外的招生两个学校也有一起 两边的校务是全力的合作 两边的老师各有80个老师是互聘到另外的学校的 所以这个两边的教职员的沟通 学生所有的处事都有这个合作的方案跟执行 到我现任之前 连两个学校校的校友们都开始执作 现在当然更跨出一大步 所以这两个学校的合作 让高一挤进去 全球500大 那我们的国际的平民一直提高 也中山大学就像刚刚王校长 也一直往生 中山大学是唯一没有医学院 但是他们的临床医学的论文是全世界100名以内 就1%的 所以他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跟高一合作为主 我上任的时候 高一跟中山大学的合作论文 不到100名90几天 长庚跟他是90天 高龙跟他是80几天 因为当时中山找不到合作对象 他们的几个讲座教授就借调到高龙 也后来借调到高厂 是这样的合选 但是在我现任的时候 我们一年跟中山合作的论文是300K 这等于他们另外两个学校 就总和三倍了 那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值是 在高一的值 在世界的SGI的平均是1.08 中山是1.04 因为中山有文学院 SGI没有我们医学院就好了 他们有社会科学院比较多 但是两个学校的共同 那300篇论文的平均是1.24 所以不只是量 而且这种跨领域的很高 所以这个是刚刚黄教皇都讲的 现在的这个医学院校的整合跟中俄大学整合 这是一个时代趋向 美国是更早就整合的 而且美国的大学是很free 所以他们不一定要整合也可以做了很大的合作 那么东方体系也是不这样的 东方体系像日本是50年前开始 医学大学逐渐的有并进去 中俄并进去也很好合作 像日本势力大海第一名的早稻田 他没有医学院 所以他跟东京医科医子大学合作 他建立一个叫双子新 Twin Music 一个是早稻田出来 一个是东京医科医子大学出来 两个大楼合作会 人们这样在发展 所以这是世界的倾向 台湾要做生医科技岛 医学院自己可以完成吗 当时谢念成院长也知道这个困难 所以他在这个北域那边就指示 这个北域成立资讯 所以他们资讯的系所就开始起来 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系所 还医工也很强 王校长的时候也把我们的医治管系 后中也加入了一些医工 但是我们后来都没有很大的这方面的training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到是跟中山大学合作 下游我们是跟高应大合作 所以在应用层面 我们也有跟他合作这个博士班的合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性发展的一个倾向 没有办法避免的 在我卸任之前中山大学跟我讲说 他们也想要成立医学院或者跟高应合并 我说这个事情 我这边卸任是要不宜插嘴 你说阿伯 但是也有特论 所以在我卸任之前 在6月10几号连来开了一个两校的研讨论 专门就合并来讲他的利弊跟他的可能性 他的困难 我们做了讨论之后 我们说大太隆两边的师生都OK 校友要去沟通 因为十几年前我们校友仍然在为中山大学的心里 还可以参与避典 我们是高允第一庆台航嘛 当然我们的骄傲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校友这么节目表现 所以当时大校友一约有说 校友那边要沟通 另外一个最大的困难恐怕是董事会 董事会在我们那时候 校友会努力要跟董事会合作 希望董事会开放 希望董事会向北一看齐 增加校友会的名单 让校友更有办法进去参与 来建议让它公开透明 让他们能够发展 这个事情公败垂成 那这个事都有历史记录 可以问校医立 这个理事长 问这个真正会师 北美跟日本的校友会 都有跟董事会接触过 那个十五席就不见了 那个十五席的那个改革不见了 所以我也被视为最重要的眼中 其实我是凑合我们的校友会跟他们董事会 但是他认为我被影响很大 所以第二任差一点 连第二任的机会都没有 那时候我也想说 那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再争取第二任 都想过 所以你没发觉说 在我卸任之后 其实我没有再谈中三跟高一合并 因为正校长希望跟高一合并 那我希望我不要变成是绊脚石 所以我就是闭嘴这个事情 除了那一年他们提出来之后 学生跟校友反应很激烈的时候 学生曾经要举办了公听会 我当时建议校友会退出做第二线 等学校师生跟董事会跟校载 当时校载沟通讨论之后 我们下午再表达一件 我是有提供背景的资料 给我们的学生会 然后他们去做调查 当时调查报告出来是 五十几%是战胜 三十几%是有条件 只有10%不到是反对的 但这个报告 当然如果大家回去看也有公布过 应该这个明报也有报道 不过当时的举办的校友会跟 这个牙医的学生 就遭遇到非常多次的这个约谈 所以一下大家就先冷下 我们希望说让中山校长跟 包一的校院的首长 以及董事会好好去沟通 沟通的话最后 当然郑校长发觉说 人家清华也提 中心也提 原字也提 亚大也提 那他也要提 所以他也把什么方向 先把他争取下来 或者的话 你两头漏过 他是第一个先提的 结果变成两头漏过 所以他就全心提 所以一直到 今年 这个在提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 不是很完美的地方 所以让他们第一阶段 他们提了第三次 第一阶段 没有通过是要补件的 所以那时候正好 我也有机会去帮忙他们 去跟其他医院沟通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他们也都知道我没有再高于提出 这个延退 所以就希望我去帮忙 其实我那时候想 我到底要把他退出来 就做医疗的工作 从校友立场帮忙医疗就好 还是我还要留在 允许教育 那其实我增长了几个月 但是那时候正好 正校长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那我去跟他们一起去高厂的时候 那高厂那边的校友知道了 也希望我干脆就过去高厂 那主要是延伸我们自己个人的医疗服务以外 更重要的是因为中餐跟高厂 还有高隆 像合作的时候 医院的那边的系统 还是要有中餐里面的人 很熟悉的去把这个东西bridge 因为如果像现在工作 在六个月可能就要招生了 curriculum就要出来 那个是非常紧的 那我们在王校长的时候 建议的block system是全国第一的 那经过十几年 我们其实有在考虑到要revive 而且跟着那时候正好 医学系从七年变成六年 那后一期五年变成四年的时候 整个curriculum就revive的时候 我主导了那一个revive 因为当时王校长在启动 第一个block system的时候 我正好是搭到资讯长 所以背里边啊 那这个大小事情 那这个背景的时候 那我想到的就是 我们高一见校的时候 资深的校友都知道 我们的读书馆 是之前高雄大学 那这个高雄大学 正是announce在国中里面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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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愿景 恐怕高一现在财务力 没有办法从高雄去大学 退给我们高雄大学 那机会已经没有了 连北一他现在都知道 他还是要跟其他学校的 他现在因为 北一现在变成台湾的 市立学校的领头洋 他有发展出来的 一共什么 所以他整合也有很困难 我们跟中商人整合 当时大概百元之九十五以上 是完全match 只有百分之三到五的 职手可能要做政策 其他都match 所以这个match 是 structure上 就很容易 摇晓的市民 要收到没问题 那经过五六年 甚至于说经过十几年 从王校长开始 两边的师生的交流 到我们那时候 全面的校务的合作之后 大家好像这两个学校 现在正好 在很多的制度上 所以连里面老师的生忍 大概都不需要感 因为这几年大家 感到差不多了 我们曾经有一次说 要不敢去 两校都完全开放 两边互聘了 我们应该解决的戏 后来是说 我们还是要尊重老师的一件 所以现在都是包裹表决 看下来全都过 所以现在应该是超过一百的 英雄的老师復帝 所以这样的整人物 很长内学 这个不是一般的学校 怎么那么困难 所以唯一的困难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我们校要了解 这样子的合避 是以高一的发展为情形 以高一见校的时候 的变景 达到为这个情形 那我们现在正好看到 阳明跟焦大合作 阳明的名字没有不见 那高一史跟中三有什么困难 这个名字也保留下来 而且那一天北区的理事长 叶明立想 团走过必留下回 你现在的怎么会消灭 怎么会不见 这个历史在那边就永远在 我们的校园在就永远在 所以那个消灭是很奇怪 那个是很封建时代的 那个分别的想法 所以那过来就是 大家当时 刚刚我跟大家报告说 最困难的是法制的问题 在去年清华大学第一个做了突破 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台北政经学院 这个学院是放在清华大学的架座上 是成立一个新的董事会 一个财务法人就是在那个 来指导那个学院 而那个学院本身的财务人士 是独立运作的 只是受到大学的监督 跟他的制度要一次的 所以在这很情形之下 事实上也解脱了 这个公司合并的问题 接下来已经有好几案子 现在都已经解脱了 所以法制方面也没有问题 公司合并举世接览的这个制度 怎么会没有 就像台湾都已经有了 把这个台湾的高等交易提升 还有中山大学的发展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 带动的是这个两校的发展 那如果这样的更大的话 高雄市的发展 中山大学责勿旁贷 因为任何一个大学 现在21世纪里面 大学的责任 社会责任 科技大学是去服务社区的 一个大学是要服务整个市政府 做市政府的规划 日本的所有的国立大学 一定要跟他们的县政府合作 因为日本是大县市 合作再建立产权合作 而且还是官方的架构 产官学一起合作 那这样子 让这个大学的研发能量 变成一个创新大学 那这个 我在过去 校务的时候 王校长当过我们 这些委员也都 参理过 知道 为什么改成原创新大学 这也是世界的一个 潮流里面的发展 就是 第一他必须把研究 化为社会社会社会影响 让社会能够进步 那我们单独的一个学院校 level 就会变成到第二阶段 但是我们如果跟中央大学 那就会变成是整个高雄市的 一个引导 引楼阳 台湾市有成大 高雄市就只有 一个高一跟一个中央 各自独立 那你可以看台湾市当时 这十几年来 他们的这个 市场市的那部门团 跟市库 那都不是仇佣民间的人士而已 他们多少的市所的 那个主任跟大学的教授 都进去试证 所以这个在院景里面 台湾市导师 学京都的国 这一步一步的发展出来 我们真的是全球 立足高雄 跟跟我们的台湾 展望全世界 多年来 从创办人之后 我们历任的校长 历任的校园 一起继续努力 外面高一的有序 能够继续发展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 在一个最大的 一个台湾的医学的变化 这个发展 让我们都应该跟大家参与 让赞同更好的角度 一起奉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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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